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嘎吱嘎吱响的香酥鸡翅 外焦里嫩,味道足,摆盘也很好看 拾枝洗干净的鸡翅 用牙签在鸡翅的两面分别扎一些洞,方便入味 在顺着鸡翅的这个方向切上三刀 用牙签扎洞,还有划几刀的方法 可以让鸡翅在腌的过程中更加的入味 用厨房纸,吸干鸡翅上的水分 给鸡翅调一个味儿,一勺料酒 盐,白胡椒,糖,五香粉,或者还有其他你喜欢的辣椒粉 生抽,老抽,蚝油 还有提味,增量的蜂蜜 这样调出来的鸡翅可以烤,也可以炸 因为放了蜂蜜,烤出来的鸡翅颜色特别的油亮 炸的话,味道就非常的鲜香浓郁 抓拌均匀 盖上盖放冰箱,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我一般腌制一个晚上 腌时间越长越好 现在已经腌制好了,稍微搅拌一下 就准备炸了 准备淀粉,鸡蛋和面包屑 鸡蛋把它打散,打到没有颗粒状的蛋白为止 鸡翅先放到淀粉里裹一下 再放入蛋液里裹一下 最后放到面包糠里裹一下 用手稍微把面包糠按紧一点 炸出来的效果就非常好看 看这是裹好面包糠的鸡翅 比原来的鸡翅体积大了不少 同样的方法,把所有的鸡翅都裹上面包糠 中火,起个油锅,油温到150度 把鸡翅挨个的放到油锅里 先不要铲动它 等大约一分钟左右 面包糠都固定住了 我们就把这些鸡翅翻个面 第一批放进去的几个鸡翅形状已经固定了 不怕碰了 我们就可以腾出空间来 把另外三个鸡翅放进去 大概炸四分钟左右 鸡翅就炸好了 全部鸡翅捞出来以后 用滤网 把里面散落的面包糠捞出来 要不然待会它就会炸糊了 颜色又黑 油也会变得有点苦味 捞干净以后 把所有的鸡翅放进去炸30秒 20次复炸 以让鸡翅更加的酥脆 摆个盘 再放一些蘸料 沙拉酱啊 番茄酱啊 或者其他你喜欢的芥末酱啊 都可以的 干蘸辣椒粉也行 口味随意吧 外焦里嫩 听这个声音 你是不是也很有胃口呢 你也试试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